主料,大米100克,虾米10克,南瓜30克,香菇6朵,瓦尔菜50克,主料,葱,香菜,牛肉粉,白芝麻,蚝油,酱油,水500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大米洗净,锅里填上适量的水,将大米放入炖煮,将南瓜去皮,切小块,香菇洗净, 切成小块,虾米稍微浸泡一下,瓦瓦菜洗净切成小块,葱切成葱花,香菜切成香菜末,大米大火煮开,转小火炖煮10分钟,然后将南瓜和香菇放入继续小火炖煮10分钟,将瓦瓦菜和虾米放入锅中,效果继续炖10分钟,加入牛肉粉,加入白芝麻,滴入蚝油,滴入酱油, 要把后关火出锅,烹饪技巧 1.我习惯大米不讨喜很多次,一般最多三次 2.虾米可以用虾仁替代 3.瓦瓦菜相对于大白菜口感更清甜,也可以用任意的蔬菜代替此 3.葱花和香菜都是随个人喜好 5.记得加点蚝油,很提前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